京中日报学海联谊会的学生记者 签访慈济环保教育站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其实是 就是来帮忙回收 来分类 然后来学习慈济是一个怎样的团体 很感谢这些慈济的志工们 灌输我们这个环保的知识 我就身为学记 我就觉得我可以像写报道 或者写专题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份分类工作是他有多辛苦 亲自动手分类资源 专业知识做中学 刚踏入这个环保障的时候 会觉得真的很惊讶 因为一直在做这个纸张分类的时候 会觉得人类真的很浪费 就是我们用纸 就是有些只是用一面 然后后面就是空的 然后过去这样子丢掉了 人类真的应该醒悟 然后地球 其实它真的承受太大的伤害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保护地球 减少垃圾 重视环保 小记者们为环保发声 把有所物化为文字 做出报道 希望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 带新闻 真善美志工曾律师 林慈玲 许为志 马霄报导 我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